哈囉大家好,我是Ariel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我使用第二年的 Irubizonte 眼妝手帳 這支影片主要分為三個部分 1.我的2021年使用回顧 2.2022年的配置 3.與我一起setup 它算是我去年的愛將首選 平常都會隨身攜帶的一本手帳 我平常出門帶著它的時候 都會套著帆布袋才丟進包包裡 覺得設計簡約又有質感 不管是中間的小LOGO還是綁繩的顏色搭配都很好看 不管封面還是側面都深得我心 因為塞的滿滿的 所以側面跟手感都很像一個燒餅 就算放在那邊只是看著它就覺得好療癒 其實它是一個護照套 但我真的太喜歡它了 買進後就決定當手帳每天使用 我買的是這個裸皮色 你們現在看到的顏色已經是一年後的樣子 它一開始的顏色呢 跟HOBO NICI的綁帶上的裸皮顏色一樣 附上一開始的照片在左邊 不覺得很神奇嗎 我超喜歡皮製品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可以享受養皮的樂趣 不管顏色亮度手感都會默默隨著時間變得更有個人風味 旁邊這個呢是HOBO 2022年的特點 我記得我一開始看到送湯時覺得很荒謬 跟手帳有什麼關係呢 結果殊不知我在現場看到本人整個就成為了俘虜 笑臉跟後面刻字的細節我都超愛 跟我的燒餅根本絕配 結論是人真的不要把話說的太死啊 美麗的側面 旁邊的筆插跟筆呢都是TN家的產品 VOLA Snowbook其實出了很多款美美的黃銅筆 這支跟LOCK ON的合作款是我目前最喜歡的一支 很喜歡這支熊 那打開呢就是這種感覺 海軍藍跟木質的筆聲是亮點之一 好的 進入手帳內頁 首先看到的第一本內頁是NOTI家出的2021年小型版內頁 他們家的能律手帳做了非常多的內頁款式 IG也是分享各種實用的使用方法 我非常喜歡他們家的各種內頁配置還有分享 很有參考價值 而旁邊呢是TN家的索引貼紙 被我拿來用在能律手帳裡 第一面是Cats Issue的便貼 這隻貓是真有其名 名為Kohu 真貓本人也很可愛 我每天都不時在IG看他今天都做了什麼 接下來是月曆的部分 這邊是我男友幫我畫的畫 覺得很可愛 而這隻像胡蒙的 其實是他想畫Kohumu給我 呵呵 旁邊的是我很 我也很愛的吊帶貓 我很喜歡這個款式很自由 這週我主要記錄喝水 跑步 要打包的行李等等 上面有時會記得寫一下天氣 翻過來這週只有記錄每天的步數 接下來呢就是各種的嘗試 因為我很不愛喝水 所以用手帳逼自己多喝一點水 然後這是我買的Midly印章 目前主要用在心情記錄 會有隨意補空白的小插圖 因為剛剛印章會有點硬到背面 所以有時候我是直接蓋在便利貼上 再貼上來 那內這邊的內 這週內容一樣是一些代辦事項 那週剛好是在挖掘場 因景點 所以先列下來 接下來也是各種代辦事項 這週嘗試用繽紛的色籤筆畫框 還有愛心的形狀 而且那週很難得的都在下雨 有時候沒有特別想記什麼的時候 就會隨意畫一個插圖 這頁我也很喜歡 充滿我喜歡的貼紙 白熊咖啡廳的熊貓超可愛 每週都是隨意看自己當作心情做變化 這邊是每天的步數 有時候心情指數是直接畫出當時的心境 還有滿血度 這是飲料記錄 這是飲料記錄 旁邊這個也是百元店買的貼紙 上班的午休時間畫最常吃的午餐 Dotoru 他們最近還出了河丸 身為常客的我肯定要收集的 然後這邊是當時想買的衣服 一樣是天氣紀錄 這頁是Hobo發新品時 每天發布的一點消息 這個禮拜的主題 這個禮拜的主題 也是我也很喜歡的借物少女 這邊也是心情紀錄 只是角色呢變成了人物 右下角也是吉普利的色紙剪下來的 後來開始有在記錄起床時間 因為希望自己可以再更早起一點 右下角呢 是當時去看咕哩咕啦跟米飛兔的展 這周的主題呢是小鼠咕咕 小時候超愛看的卡通 不過左下角也還是有米飛 有時候要出去玩 有規劃行程的時候也會稍微寫一下 翻過來 這裡也是百元店買的貼紙 覺得很可愛就買了 結果上向又蠻實用的 翻過來這邊的小時鐘也是百元店的貼紙 我常常在那邊挖到寶 這邊呢是嘗試用柱狀圖記錄心情 去年的最後一周只有記錄我要去哪裡 後面空白的部分就是我跟自己開的 2022年的首帳會議 這個是上次開箱的天家的那一代 這個天藍色顏色真的很好看 過來呢是TN的透明夾鏈帶 裝一些紙膠帶跟貼紙 這是今年郵局出的老虎郵票 這個也是TN的燙金口袋貼 但我直接把它貼 當貼紙貼在這 這是能律首帳2020年初的Memote 1193 裡面呢就是很簡單的格子紋內頁 主要被我用來臨時想到什麼的時候 可以隨意寫的本子 這是我第一次在皇居跑步時拍照的拍莉德 當時第一次跑完真的太開心了 所以就拍拍莉德來做一個紀錄 這是臨時需要的時候可以使用的郵票 這是我收集到的小鷹卡 我非常喜歡庫洛魔法史 這是威化餅乾的贈品 圖案是隨機 超美的 我每次看著都不自覺嘴角微笑 這是這本護照本的卡 我全部都捨不得丟 最後呢是買前面的能律首帳送的小補充本 被我主要練習各種英文字體用 到這邊發現不自覺介紹太多 影片有點過長 今天就先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